施打疫苗降低感染重症几率 但世卫组织统计 接种率低的地区相对脆弱 Delta病毒成为主流 不单指挥中心列出的七大风险国 包含美国 德国 法国等全球85个国家 都在受害名单内 阴行证明还不够边境控管持续加延 指挥中心宣布 无论任何国家 27号入境者一律禁止居家检疫 统一检疫14天 起码后再采PCR 但有医师认为可以更严格 即使是你去给他送饭 或者你给他探视的过程中 基本上都有可能因此而造成传染 我们不能够只有一次筛查 应该要多层次的筛查 你几乎每天筛都可以 因为我们不能够容许任何一个感染 Delta病毒的人 能够还存在于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里面 入境不返家还是怕挡不住Delta病毒高传染力 感染症专家黄立民指出 落实入境普筛才能真正防堵 而起码只踩一次可能出现漏网之余 十四天后回到社区 出现松懈心态最可怕 尤其Delta变异株 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感冒化 一不注意就让病毒在无形中扩散 三菱新闻 陈俊杰 曾家宣 特别报道